RAS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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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的呼喚 從水底基地挺身而出 六年級生熟悉的童年回憶 無敵鐵金剛回來了 等了四十年劇場版登上大螢幕 RASINGA 為了保護人類 熱血少年柯國龍再度駕著 無敵鐵金剛和邪惡科學家 赫爾博士戰鬥 實況背景設定在十年後 卡通版的主角叫柯國龍 二零一八年電影版 趕翻譯成兜甲兒 這個新的劇場版就在講那個事情之後的十年 柯國龍他已經不駕駛指揮艇了 他變成一個科學家 那有一天他無意間在富士山腳下 他發現了隱藏版的 就是新的一個能量體 然後這時候地獄博士又復活了 那劇情就這麼安排 電影上映讓無敵鐵金剛捲土重來 找來設計師畫出全新魔神機體 雖然外型和過去差異不大 但搭上精緻特效 無敵鐵金剛變得更活了 大男孩們記憶中的經典招式 一樣都沒少 劇情延續主題曲當然也要夠回味 找來當年日文版原唱 水木一廊重新詮釋經典 水木一廊重新劇集 水木一廊重新的一次 味噌 水 傳奇唱腔搭上傳奇卡通 日本原作者詠景豪選擇 在出道滿五十周年的紀念下 讓無敵鐵金剛重新回歸 忠實鐵粉好興奮 这对我们560级来说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事情 那560级刚才台湾是1978年首播 相对于台湾大概就是在民国67年左右 至今已经40年前了 在当年那个年代 就代表着一种坚持争议跟守护地球 这样的一个感觉 卡通从小看到大 钟志鹏是铁粉也是达人 从电视一路追到大荧幕 为了收藏模型 他可以不辞千里 就是要当金刚迷 一百多公分高的这一个 因为是我在台南昆山大学教书的时候 无意间我在一个很台南乡镇的 一个偏远的书店里面 他说是日本限定版 那只有仅有这一个 然后老板不卖 那我就跟他说 我想买这个东西 而且我喜欢它那么久 我表现出我的热情 就是这份热情 让无敌铁金刚粉丝遍布全球 就连奥斯卡新科最佳导演 极乐模戴托罗 震到永景豪都要抓着他的手 拼命要签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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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粉丝当得好彻底 戴托罗对铁金刚的热爱 让他创造了电影《环太平洋》 续集三月底就要上映 这就是我讲的 这就是我讲的 人類駕駛 機甲獵人 對抗海底串述的可怕怪獸 雖然續集不是戴脫羅指導 但故事延續五年前他的想法概念 靈感就來自小時候看過的《無敵鐵金剛》 我非常影響於電影 主要是我的年輕人 《Tetsuji 28》 我真的組織了一群設計師 認識和愛的電影 把動畫變成電影 日本援助飄洋過海到了美國 從手繪素描發展出各種機械人 加上虛擬元素 說穿了都是超級機器人系列的科幻爽片 故事結構差不多 延續上局內容 講的都是保衛地球 《無敵鐵金剛》的經典招式 《金剛飛拳》 也偷偷用在了《環太平洋》電影中 從四十年前到四十年後 帥到沒朋友的機器人電影 跨世代重逢 熱血沸騰的正義風潮 勢必再度掀起 大小男孩的童年記憶 《環太平洋》電影中 《環太平洋》電影中 《環太平洋》電影中